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Speak FM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Cherry 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最近非常流行的日本和...日本粉彩系列 Sorry,日本和谐粉彩 OK,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日本和谐粉彩的导师Peggy上我们的节目来 她将会为我们分享一些日本和谐粉彩的精髓,一些她的心得 然后先介绍一下Peggy Peggy呢,她是一位有两位孩子的妈妈 她就是非常爱烘焙,非常喜欢马拉松 而且是非常喜欢艺术的妈妈 我平时在面子书上可以看到她每次和孩子一起进行一些DIY的亲子活动 而且跟孩子一起烘焙啊,一起捏粘图,还要一起做这个话缠绕 所以我今天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Peggy来到我们的节目 Peggy,请介绍自己 Cherry,你好 你好 谢谢你的邀请 大家好,我是Peggy 我是一位热爱烘焙 热爱跑马拉松 还有就是时常会跟孩子一起进行一些DIY活动的妈妈 然后呢,我自己本身是由小到大都很爱艺术 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自己都有去上一些课程 就是比如说花缠绕啊,或者是其他的艺术课程 然后就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在这个偶然的机会 就遇到了日本和谐粉彩 然后就对他一见钟情 因为就是被他的那种色彩所吸引 加上觉得看到那些话 觉得自己很疗愈 非常的疗愈 其实什么是日本粉彩 因为很好奇说 什么是日本粉彩 有很多人问 所以Peggy,请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什么是日本粉彩吗 OK 其实日本和谐粉彩呢,源自于日本 然后创办人呢,是西谷典克先生 其实就是以你的手指头 然后融合粉彩 然后就把它画在纸张上 其实就是把你心中的那幅画画出来 何况这个和谐粉彩呢 它的和字在日本的意思是代表harmoni 和谐的意思 然后不论是什么年龄阶层 不管是你会画画或者不会画画 只要是你有一盒粉彩 然后你用你手指头 你就可以开始作画 哦,好棒啊 就是有非常疗愈的感觉 是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成... 我刚刚听你说 你是这个日本和谐粉彩的准指导员 是的 怎么样成为这个准指导员呢 哦,其实我是就是在Facebook看到一个 Astudio他们有offer这个 course 就是一个三天的课程 然后在这三天里面呢 你就要画大概十六幅画 十六幅画 十六幅画 然后老师就是会跟你讲解 就是什么是日本和谐粉彩 然后就会教你很多不同不同的技巧 然后其实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技巧 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 以我们的感官去画那幅画 就是比如说老师 他会给我们不同的精油 我们就要去闻 闻了之后就是 以我们的感觉去把那幅画画出来 然后就是我们经过三天的上课之后 我们就要撒密一份功课 就是里面有一份问卷 然后我们还要画三个 就是日本那一边 说给我们的主题三幅画 所以就全部做完之后 我们就要交给我们的老师 然后他就会寄去日本 就让我们的创办人 还有那一边的老师们就喝醉之后 然后我们才能拿到 我们的那个认证的证件那些 是这样子 所以拿到了认证过后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拿到这个认证老师之后 你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坊 然后你可以出去就是跟其他的 不管是学校啊 或者是就是那些教育的center 什么就是你可以跟他们分享 什么是粉彩 或者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坊 就是他们的就是拿了准指导员过后呢 认证然后还有什么接下来的这个后续吗 其实如果是说 你想要考获高级的就是正指导员呢 就你要至少你要有办过自己三次的那个工作坊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申请就去上课 然后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大概等可能一个多月这样子 也是等日本那边就是核对全部的东西之后 他们就会把你的那个认证的证件寄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位正指导员 就是有准指导员 还有一个是正指导员 这样那么正指导员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正指导员其实也是一样 你可以办你的工作坊那些 然后你可以训练老师 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家长 还是什么工作教育者 他们就是想说要成为一位分采老师 所以正指导员的老师呢 就是可以就是训练他们 就是那三天的那个培训 就是可以培训他们 然后之后也是一样 他们功课教完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SAMI去日本 寄去日本那一边 然后就帮他们申请准指导员 哦 这非常的棒 对 如果有谁 有观众朋友想要进去做这个 分采老师 将来可以选用一下Peggy老师 对 其实这个四月份呢 近年四月份 我将会去上那个正指导员 就是Advanced Instructor的课程 就是说上完之后 我拿到我的认真证件之后 我就可以训练老师 嗯 非常的棒 所以Peggy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做过好多场的一些工作坊嘛 有发生什么趋势啊 还是有一些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呃 其实我拿去年 我拿了我的准指导师之后呢 呃 我第一场的分享就是在幼儿园 嗯 就是一般五到六岁的小朋友 大概有五十多人 嗯 嗯 其实那一场呃 分享会对我来说 我我感觉上很感动 因为一方面是好像完成了自己小小 就是由小到大的一个一个愿望 嗯 嗯 然后另一方面呢 令我最感动的就是我看到孩子很专注的 嗯 嗯 去画他们的画 嗯 然后呃 还有就是你你很难想象说 哇 原来孩子真的很有创造力 嗯 因为当我只是教他们一些很简单 基本的技巧 可是他们自己可以以他们凭他们自己的想象力 他们可以以粉采画出另一番不一样的粉采画 嗯 嗯 所以这个是呃令到我很惊讶的 哇 然后呃之后呢 我也有去小学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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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过分享会 嗯 嗯 然后也有呃呃 办过成人的粉彩工作坊 那个是以一位朋友 就是大家一起 以正念遇见粉彩 办的一个 疗愈的一个工作坊 就是因为你知道 现在的 无论是大人小孩 可能工作 课业什么都很大压力 可能都需要一个门 去就是舒缓 然后变到 那时候就跟一个朋友 因为有一样的理念 所以就大家合作 就是一起办一个 这样子的正念粉彩 课程 一个工作坊 非常的棒 这样Pak也想问一下 他们画粉彩 大概用多少的时间 用多久可以画出一幅呢 还是什么样 其实我们 就是基本上 我去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就是 以这个15x15cm的纸张来画 然后呢 我们就是会拿这个纸胶纸 这个masking tape 我们会tip 其实这个是 也因为要有它 这个有一个frame 有一个框框 有一个frame 对 然后呢 我们之后就会把这些粉彩 就是拿那个筛子 就是弄成粉 然后之后我们就用手指头 去沾那个粉 我们就开始可以做画 然后其实它是有一些 基本的用具 就比如说我们 其实最重要 粉彩画呢 最重要就是那个叉的感觉 就是好像比如说 这一些 全部都是以这种笔形的交叉 或者是普通交叉 或者是以这art eraser 来插出它不同不同的 那个效果 感觉 对 好像比如说这一幅画 其实对我来说 印象很深刻 是我去办 那个小孩的那个粉彩 分享话说 其实我儿子也在那间幼儿园 然后呢 就那天 其实我没有注意到 其实他是有点不舒服 所以当所有小孩子画完之后 他们就要拍大合照 那老师就说 为什么你的画好像 有一点不开心 好像用色 也不那么缤纷色彩 所以当老师拿给我的时候 就说 老师你说这幅画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那时候呢 我还不知道 是我儿子画的 后来 我就看 对 怎么好像那颜色很纯 好像有一点 好像不是那么开心的感觉 所以之后呢 我才发现原来是他不舒服 所以其实 那一次的分享会 还有令 令我有一个另一方的体验 就是 其实真的是粉彩画 可以从画中 你可以看出 那一个小孩 或者是可能那个成人 那是当下 他们的感觉 他们的感受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好像 比如说 这一幅 是我的女儿画的 她就常常觉得说 因为她说 我觉得妈妈像Wonder Woman Wonder Woman 所以她就会以她最开心 最愉悦的心情 去画这一幅画 叫Wonder Woman 然后呢 因为我之后 我有去过 就是很幸运的 有去过 基伦波慈基那一边 还有 浦中慈基那一边 甲东慈基那边 有办过 就是他们的甲情 就是在里面有教过课 所以然后那时候 因为是在12月 所以我们就会有 画圣诞树啊 画一些 很开心的花啊 什么 就是我会教他们 最基本的 那个技巧 但是 他们呢 都凭他们自己 那种心情 所以你会看到 他们有一些会 画得很开心的 笑年啊 还是什么的 哇 非常的棒 就是这个 日本和谐分解 可以带出 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大概画一个这样子 多久呢 这个最小幅的 因为那时候 我是觉得说 15乘识 我对小孩子说 花这么大张 可能会有一点点吃力 所以呢 之后呢 我就想说 或者我自己 就是设计这样子 就是比较小张的 或者是这样子 书签型的 因为孩子读书 可能都需要 对对对 然后之后 我就觉得说 一年级的小学生 有时候他们可能 需要一个 尤其是上学的 头一个月 我知道学校是会给他们 但是呢 我觉得有时候 以他们自己画 可能他们会很真心 对对 或者很开心 对 所以这个是去年那时候 我有推广的 一个小小的 一个工作坊 然后所以通常呢 我如果是 进行孩子的工作坊 我通常都会 以这两个size 就是长形的 那个书签 和这个四方形的 就是他们也是可以 把它弄成书签 或者是可以去买个 小小的相框 把它框起来 就放在家里的 可能厅啊 书房啊 然后还可以写一些 吉利的 你的话 比如说 Be brave Be proud 什么 就是也是可以 给他们一种鼓励 对对对 非常的棒 所以这些这个 他的这个框框 都是你自己设定的吗 就是你上个的时候 老师并没有教你 就是说 因为你平时学的 都是大型的 所以这些小型 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这个小型的 就是我自己想的 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也是要 感谢我妈妈 因为那时候 他也是有跟我在团 就是大家都有给我 不同不同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 有机会就是 可以去考核 这个认真老师 其实我也是要 很感谢我妈妈 因为就是 他要帮我看顾小孩 然后我也很感谢 他就是很多次 我办的工作坊 或者是之前 因为有机会 可以去一些shopping mall 就是摆一个摊子 这样子 跟更多人分享分菜 就是感谢主办单位 然后也就是 那个时候 他就是尽量的帮忙我 就是帮我收拾啊 什么的 然后其实我也是 很感谢我的家人 对对对 给我的support 然后还有 当我现在每次去教课的时候 孩子就说 妈妈你明天教课啊 那么你要加油啊 就是有时候有他们 这些这样子的 吉利的那些话 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种推动力 对对对 就这样是背后的支撑 是是 对 是非常的棒 因为其实用心 就是可以创造出 更多的好的东西出来 你可以看住 Peggy老师 对这个日本和谐 粉彩的用心 还有老师 你会跟我们 还会跟我们分享 什么关于这个 日本和谐粉彩吗 有更多的 还有 还有什么需要 跟我们的观众说 可能是 要什么心情的时候 才可以画这幅画呢 还是 就任何什么时候 都可以画 对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你 开心的心情 或者是不开心的心情 我觉得 你都可以做 就是 就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做画 就没有指定说 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 什么心情 或者是 一定要在一个 什么特别的房间 都没有 因为其实基本上 比如说 我有时候 我跟孩子出去互动 我通常是 没有给他们 3C产品的 很好 很好 对 因为我感觉上说 现在3C产品 就是会令到 可能家长与孩子的 口同那一方面 可能就是会减少了 对 每个人都对着电话 对 所以我通常 我跟孩子出去 就是他们的包包里面 就是画具 哇很好 或者就是图书 就是故事书 所以 但是粉彩这些呢 我就会自己带 然后就带最简单 因为这一个 其实是因为我们老师 所以我们会需要 很多的颜色 对 但是其实如果你去 文具店你可以买 就是可能 12个颜色的都有 然后就带一些 比较基本的 然后带一些纸张 你就可以在外面做画了 所以其实在 我孩子的包包 我就是给他们这些 或者是Lego OK 就是我是 尽量没有给他们 就是 3C产品 3C产品 坐在那边吃饭 你3C产品 什么时候都3C产品 当然偶尔我觉得说 有时候孩子 要追上那一个 那个时代 去世 你没办法之下 也是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3C产品 所以 我会有一个时间的 那个限定 就是 没有说 就是好像 比如说平常是上课 学校上课什么 就没有接触 可能 weekend 偶尔 或者是说学校放假 嗯 非常的棒 所以如果 有任何人 想要学这个 日本和谐粉彩 就是先 可以联络你 然后你这些材料都是你会准备给他们吗 还是他们过后 其实基本上如果是来上普通的就是那些工作坊呢 通常我都是会给他们就是那些用具就是我会准备 然后到时候对他们就是会把他们的话带回去 OK 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你要上那种就是可能我们有分basic intermediate 就是高中级呀普通级那些 那些可能你就自己本身要买一些基本的 就是买这样子的一套 对 你就要基本的 因为到时候你回家可能你要练习啊 然后下次你来上课你要用啊 对 如果只是工作一天的工作坊呢 通常我是会提供这些用具的 提供这些用具 对 就是到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话带回去 嗯 非常的棒 所以有任何的这个教育组织 如果你要请Peggy老师去你们的中心 举办一些亲子活动啊 或者粉彩化啊 就请联络她 Peggy我知道你是非常注重你跟你的这个孩子的亲 这个是亲子的这个关系 所以你在普通的时候你会让他们上些什么课呢 会带他们去什么活动呢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是课业压力很大 就是每天上课补习 补习再补习 嗯 所以呃有时候如果是说有科学生 其实我会先了解就是孩子喜欢什么 嗯 比如说呃我的女儿 她是喜欢演讲 嗯 然后我就呃找演讲的学院 就让她去上课 让她去学习 嗯 然后呃她希望就是可以呃在这方面将来 可能可以当一个呃speaker 嗯 或者是呃DJ 嗯 或者是司仪 嗯 所以我就会找相关的课程去让她去体验 嗯 因为我我是本身呃就是会让孩子会去体验不同不同活动 嗯 比如说不管是在艺术方面 或者是呃在烘培方面 即使我自己本身呃是一个呃baker 嗯 但是我有时候偶尔就是我看到一些呃工作坊是不错的 嗯 我还是会去让孩子上嗯 因为他们会跟不同的老师接触 对 他们也可以从中呃学习不同的东西 嗯 然后呃就是呃总之呃有时候 比如说朋友群那一边啊妈妈群里面 有分享一些什么亲子活动 嗯嗯 我都会尽量让他们去参与 让他们去体验不一样的呃活动这样子 嗯 非常棒的妈妈 除了因为现在的功课繁忙嘛对不对 然后就会让一些让她的孩子去呃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 嗯 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 演讲 然后还有呢 呃演讲或者是年土课 年土课 对或者是呃因为儿子喜欢听故事 哦 听故事 所以上个星期才呃跟他一起去呃出席了一个呃就是孩子的那个故事的一个工作坊 哦讲故事的工作坊 对 然后呃有时候就是呃会带他们去马拉松 嗯 嗯 falar她呃我老了你自己去马拉松 但是那时候她的两个水平 嗯嗯 acum cold 然后我女儿有一天就是挑战我 她说有一天我希望我可以跑十个公里十km 对我就说好 我们就早一天就母女共跑 这样子希望可以跑10个KM这样子 哇不错不错 这样你的记录是跑多少个公里呢 你本身的记录 其实呢 我由小到大都没什么运动细胞 其实真的是没什么运动细胞 然后就是在2013年 年尾的时候接近年尾 我弟弟就说 你要不要去跑跑马拉松 就try一下 我就就是一种那种 可能想到说 赶赶去试一下吧 就是你不试不知道 就去试 其实基本上只是练习了一个半月 然后每一次呢 都跑不上5公里 最多只有2个公里 可是那时候我register那一个 第一个马拉松跑是5公里 所以我很庆幸那一次我跑完 然后也是因为那一次之后 我觉得令到我知道什么 更加的知道什么叫做坚持 坚持 坚持还有那个毅力 还有去相信 所以为什么我会去考这个认证老师呢 一方面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小小愿望 就是希望可以当老师 或者是一个设计师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考获了这个认证老师 可能两个愿望也算是实现了 但是还有另一个对于我目前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我是想给孩子一个榜样 因为我就是希望说无论是我跑马拉松 或者是这个粉彩 我就希望孩子说如果你要去追求你的梦想 你就要去坚持 你要去把握那个机会 就是你要有那个毅力 你要去相信 如果到最后你都不能成功的话 不要紧 至少你有尝试过 对对对非常棒 就是坚持毅力跟相信 相信 非常棒 今天我都从Peggy身上去了很多很多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你未来的愿望是什么呢 其实我未来最大的愿望 我是希望我自己可以跑一个42公里的 就是马拉松 哇42 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做得到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我希望说我自己可以办一个亲子粉彩站 就是爸爸妈妈一起花 跟孩子一起花 或者是孩子自己本身也花 就是希望可以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charity的一个慈善的画展 你现在有中心吗 我是 其实我是希望我有 就是可能计划未来的两三年 希望会有自己的一个studio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带不同的课程 然后请不同的老师 就是可以来我的studio 就跟孩子啊 或者是家长 分享不一样的课程啊 活动什么的 嗯 非常的棒 所以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 或者现在你跟我们的 父母有什么想法呢 或者是你建议他们做些什么呢 现在的父母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呢 都很忙碌 都真的很多东西要忙 对 但是可能我自己自身觉得啦 有时候可能当你们很忙碌的时候 也尽量的尽量的 就算半个小时也好 给孩子一个陪伴 陪伴 因为我觉得陪伴孩子其实很重要 其实我也是一样有工作 我的丈夫也是有 可是我还是尽量 有时候可以说是可能牺牲我自己的时间 然后也尽量给一些陪伴的时间孩子 就是陪伴他们可能做他们喜欢做的东西 又或者是大家会有一个时间 是全家人可以一起的做一些活动啊 跑马拉松啊 画画啊 甚至是我丈夫 我都鼓励他画粉彩画 和那个产兰画 或者是baking什么 就是我希望大家都 某一个时候都会有一个时间 是全家人一起做一些事情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陪伴对于孩子来讲很重要 何况孩子有时候可能他不懂得表达 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是有那种很强烈感觉说 我不是要爸爸妈妈买些什么给我 其实有时候我希望是爸爸妈妈给我更多的陪伴 其实这是有一次我女儿跟我讲的一句话 是哦 在那时候是什么情况下跟你讲了一句话 是你太久没有陪他吗 其实不是我太久没陪他 而是因为有一阵子是因为我有一些事情 真的是正在忙着 然后就他就看到我很忙 然后他就会自己自动自发去做一些家务 然后有一天就在一个机缘之下 我有机会跟他坐下来就是谈这样子 就是大家有点对话 然后后来呢就从他跟我对话的那个过程之中 他其实是告诉我 其实有时候他希望 我们就是有再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以陪伴他们 比如说就算是看一场电影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都有在做只是孩子他们就是那么的单纯 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多或少 就是希望说爸爸妈妈就是可以多一点时间陪伴我们 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好 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哦是的 可能我们真的是需要再去 怎么讲去检讨一下自己 是不是可能有一阵子比较忙或者忽略了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可能我们自己自身的觉察那种能力 也是要高一点 嗯对对对对 就是尤其是对于孩子他们其实真的需要陪伴 嗯对对陪伴很重要 不管任何人不管是小孩呀大人都需要陪伴 而且是沟通嘛对不对 是沟通 你很常跟你的孩子们沟通对不对 是是的 所以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观众说呢 呃其实我是希望说如果是家长 嗯 呃如果是可以有一点时间 嗯可能呃可以呃带孩子一起来就是找一个机会一个时间 来跟孩子一起听一下分采话 就是呃一起画一幅属于他们的话 嗯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呃这个是一个很 宝贵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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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 嗯嗯我觉得 嗯因为这是呃其中我上次在一个分享会有一个小孩跑来跟我说 他说老师你知道吗 我很开心因为刚才呃我上工作坊的时候 妈妈呃就是有下手就是跟我一起画 嗯嗯 虽然妈妈只是这样子画两下 嗯他讲但是呃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那一幅画是属于我和妈妈的 嗯所以我听到我真的当下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我非常的感动欸是是因为呃虽然呃我只是去年才刚当老师 嗯可是有时候当孩子他们呃呃就是给我的回馈 然后他们来跟我说他们的感受或者是家长 嗯嗯他们呃所来跟我讲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推动力 嗯嗯然后呃也觉得很感动嗯然后呃再加上有时候就好像我说每次我要去教课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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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范范我真的是差一点流眼泪了 哈哈哈 就是非常的感动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Peggy老师 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的 日本和谐粉彩的一些 新的一些经验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Peggy老师都会回答你 如果你要在你的学校中心 教育中心 举办任何的这个 日本和谐粉彩的一些工作方 你也可以联络Peggy老师 今天我们的环节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